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一本会客室 我是今天的主持欧海星 而在我身边的就是金灵 Hello 金灵你好 Hello 欧海星 金灵已经写了20年了 对啊 听不出吗 你几岁开始写的 真的看不出 但也看不出原来已经写到 这本是第49本书 这本是石板街火车站 没错 这本是我的第49本作品 对啊 其实都写了这么多书 其实当中20年的成绩都非常好 有很多作品 譬如获选中学生好书农夫榜 另外在17年亦都是获选为 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 其实当中回想当初20年前 为什么会有写书的计划 有这个心愿 对啊 这个很多朋友都常常问我 其实在上个月我在天地图书 做那个吾身书法部会的时候 很多朋友以为我第一本作品是 埃及猜程冲 即是金灵旅行事件宝的第一集 但其实我的第一本作品是 《丝绸之路自在游》 这一本的旅游街书就是因为当年 在20年前我去了旅游旅行 在丝绸之路上旅行的时候 就发现回来的时候书店都没有一些很更新的资讯 全部都是5、6年前的一些书 于是我就想不如把它整合好 然后就用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也好 但是两个月之后我写完一本类似书的东西 然后就发现其实可以出书了 那我就自己胆脏脏 第一次也都是应该是这一生人唯一的一次 就自战他一间出版社 就叫他帮我出这一本作品 当时的编辑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作家 他就是周淑萍小姐 他当时一看到就很喜欢帮我出了一本书 那本书就很顺利地出版了 一个月之后也上了书榜 买得非常好 所以之后周淑萍小姐邀请我继续写小说 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本作品 但是其实我知道你本身有份正职 有正职以外还要那么努力 那么有时间去写这么多的作品 你的时间怎么分配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样 我又觉得香港人是很聪明的 你特别聪明的 不是的很聪明的 我们就会懂得把时间分配 有些朋友可能在工作之外 又懂得行山 又可以去做很多主菜 诸如此类 我只不过把时间转变来做写书 事实上我对时间管理是比较在意的 所以我小时候都是这样的 很喜欢把时间表罗列出来的 一年里面 可能在一月份的时候已经想定 那一年里面大概会出一至两本书 那两个月就会写书 其他时间才去旅行 我都挺严守这些戒律的 很下几天 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可以尽量跟随到时间表去做 但是你说有这样的时间 有这样的分配 但是其实也需要灵感的 是的 因为你已经是49本书 在20年之内 其实每年都在说两至三本书 才能做到这个程式 究竟这些灵感又从哪里来呢 其实所有作家都是这样回答的 灵感当然是来自生活的 但是我们往往都是这样想的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你接触的人、物质 或者你坐车、吃饭 其实总是看到很多有趣的事 分别就是你会否将它记录下来 我有这个习惯 去记录所有的东西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所以我暂时没有什么灵感 没有这个问题 总之我有时间坐下 我都会写到很多东西 而且之前你很多作品都跟旅游有关 因为本身你又喜欢去旅行 是的 但是这段时间大家也明白 不能去旅行 是的 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从以前的旅游文学 也转变到现在多了香港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以往写很多旅游文学 有小说有旅游指南 都是因为我去旅行的时候 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现在不能去旅行 回顾自己在这个地方香港的一切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的 我自己觉得压力比我以往写旅游文学更大很多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出生的地方 我对它有很强烈的感情 我很熟悉这个地方的东西 更加不想写得不好 所以去年我写了《黄金之役》 今年就写了这本书就是石板街火车站 希望未来都会继续写很多这类型的作品 但是其实在资料搜集上 应该跟以前的很不同 在这方面的功夫是多了还是轻松了呢? 应该这么说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以往有看我写《金明旅行事件簿》 或者近期的《觉醒世纪》已经出了三本了 朋友可能也有留意到 我一直都很喜欢做文化研究 我会找很多书去写 以前《金明旅行事件簿》那些作品 可能里面有化学、有物理、有历史、有医学的题材 我都要找很多书去看完才写 而今次写石板街火车站这本书 其实写的虽然是我很熟悉的香港 但是原来我也会有盲点 我有很多历史的位置我是不清晰的 有很多地理的位置都不知道 所以正正是因为有这本书的存在 而令我自己更加加深对自己出生地的形式 那今次在哪里做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呢? 我很喜欢去图书馆 我很喜欢借书来看 也借了很多香港历史去看 而且这本书这次欧海星说得很好 就是我横跨了整个接近100年的香港历史 虽然是一个虚构的魔幻故事 但是它横跨的幅度是很大 所以要找回每一个时段 最令香港人深刻的一些事件 其实是要做大量的搜集 在图书馆就是最多这些资讯 还有不说不知 看回这本书的封面 原来是写作2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 是的 是第一本来的 这本是第一本的长篇小说 和以前的整个构思 或者整个创作的流程是否都有些不同 也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以往我的作品虽然写了很多小说 但是大部分文字的字数 接近都是6万字左右 而这本书是10万字的小说 在字数上也有个分别 而另一方面就是刚才你开诗时提到的 就是2017年的时候 香港书展颁了年度作家给我 其实这个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我会想其实已经写了这么久 大家都有个认同 其实我是否可以再写 近上一层楼去写一些我之前没有写过的东西 所以这本和以往的书最大的分别 就是内容的文学性是多很多的 我特意放了很多 我们在文学上叫了一些扣文符号 就是隐喻了一些寓意 希望读者在内容可以用多角度去阅读 就不只是我写给大家看的一些事件那么简单 究竟背后心肠的含义对你有什么体悟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OK 是的 今天讲到这本书 就是刚刚出版的石板街火车站 看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石板街大家都知道在哪里 在港狼区 但是石板街大家也知道 是没有火车站的 为什么石板街有火车站这本书 为什么有这个扣子有这个名字呢 首先第一个原意位就是希望吸引读者 石板街哪有火车站的 第二就是火车对我来说是很有重大的意义 你也是一个喜欢去旅行的人 我也也是喜欢去旅行 我很喜欢火车旅行 所以对我来说每一次在火车站出发或者到达 都是一个旅程的开始或者结束 这个人生其实也是一个旅程 它在火车站出发的这个灵魂列车之旅 究竟是一个结束还是再重新开始呢 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隐喻 在中间 是 而且你刚才有说灵魂列车之旅 是吧 其实这本书都有很多的灵异 还是科幻的元素 你既然问起 我不剧透了 只是说一点 其实这本书就是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跟一位生命停革了在二十岁的少女灵魂相遇 他们在火车上相遇之后 就交集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火车上有乘客 乘客也有自己的故事 他们互相之间的交错就成为了香港一百年的历史 不过你刚才也解释了为什么是火车站 但你还未解释为什么是石板街 这个也很重要 问得好 你果然会追问我 可能很多读者都想知道 没有 石板街对于香港来说 都是有极大的意义 因为石板街的英文是Pottinger 他同时是香港第一任港督 所以用这个来做一个殖民地历史的开端 他写回这件事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是的 有没有因此而多走几转石板街 拿客灵感呢? 有的 尤其是最近又不能去旅行 在港岛区最好是在石板街周围走 拍摄照也挺开心的 还有看回这本书的封面 也有一些感觉的 是的 有没有 有的 因为早前大家可以看新闻都留意到主教山 没错 里面有很多的愿拱 这本书的封面的话也有类似的设计 是的 这个我要很多谢天地图书的设计师 因为我告诉他一个概念 他完全可以设计出我心里想想的场景出来 他们真的很好 这个就是主教山当时看到的位置 他就重新画过然后再加回火车 我就是想说回因为刚好 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发现主教山的位置的时候 我觉得刚好我在写的剧情里面 就要找一个有点地标性的建筑物 我就把它放进去 它也构成了这本书里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是的 还有我看你本书一开始那几个节目的时候 你写的东西都很仔细地描述很多时的情景 譬如一些状态或者火车站的面貌 其实都很有这个视像的呈现 是的 你真的说得对 我的编辑第一次看到我这本书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 他第一句就说你写到好像人家拍戏的电影剧本 是不是想着拍戏? 是的 如果你有朋友介绍拍戏就记得叫他们投资 欢迎你 是的 我是有点刻意的 因为特意写到火车站的整个场景的配置 就是大家一看到它的时候 就已经很快可以融入到很魔幻的场景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看一本历史小说 当然很沉重 但我正正不想让大家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投入了很多魔幻和纷纷色彩的元素 在这些文字上 希望读者一直看的时候有一种很郁郁 有很开心的感觉 还有当中的主角其实也是很年轻的 是 没错 绝对可以让一些年轻人去投入 哈哈哈 根本就是年轻的一位男女 还有其中当中的一些角色 有一位的角色在里面是冰岛女孩的延续版 它就是石红柳 刚刚刚讲起来我就讲完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思 要将冰岛女孩的主角放在这里呢 是的 因为冰岛女孩在出版之后 其实是非常受读者欢迎的 他们都是再版再版 但是有很多读者问我可不可以再出续集 我当时觉得再出续集的意义可能不是最大 所以索性就将冰岛女孩抽出来 就放在这本新的作品里面 那他就是离开了冰岛了 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跟书里面的男女主角 再交错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是 我想对追开你作品的读者来说 这个的构思或者这个竞争牌 都挺令到他们满意 或者觉得挺有趣的 我觉得是重要的 因为对作者来说 虽然我很想写一个故事 但是读者20年来对我的支持 就是正正我创作的一个滋养 如果他们这么想见到一些东西的诞生 作为一个作者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自己创造 不如满足他们的这个小小的愿望 而且又可以放在书上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号 这件事也拆开一点点 就是刚才你也说过上个月 其实你也有一个读者的见面会 就是当中很多读者 真的像你所说的 是由中学生的时候开始看你的书 看到现在 是的 那时候可否也说回那时候的经验是怎样的呢 是的 我其实也真的很感动 每一次见到他们 我通常都是书展才会见到他们 每年一次 是的 就是一年一次 我又没有太多的见面会 压实会也没有 书展见到面的时候 他们就好像一些老朋友 我曾经记得很多次了 中学生来到 同学签名 签完名之后 每一次不同的人都会告诉我 他的DSE成绩 拍摄成绩的时候又怎样 当然有开心有失落 开心的我当然恭喜他们 当然也不乏是失落的朋友 他们失落的时候 有一两次我都很深印象 就是那些朋友来到的时候 他的样子已经面有蓝色 差点尾巴哭出来看着我 我就知道其实后面有很多读者在等 我就唯有跟他说 你在另一边坐下等我 结果结果结果签名活动后 在另一边跟他谈了很久 谈了整个小时 当然中间也抒发了他的情感 他哭了 但结果过了一年之后 他又再来找我 就告诉我 因为那次我给了一些指示 大概可以怎样做 有些建议之后 他就可以重新想到自己的路向 所以这二十年来 其实我的读者对我来说 是像朋友 多过像纯粹在文字上见面的人 有读者是因为看了我的旅游文学 而去了其他地方游学 Working holiday 我也觉得很开心 所以其实这本书是否 亦都同时想鼓励一下 一些现在的你的读者 或者一些年轻人 是的 因为我会觉得 我们一般大部分的朋友 现在这个世代很即食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上网搜索 找到什么都可以 但是历史是我们最没有留意到的元素 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去了解和去认识 其实最好就是通过阅读 因为读书的时候 你可以多看一些东西 不只是想知道某一段时间 发生什么事 例如南宗 究竟人送帝饼是怎样跳下去的呢 我只是找到这个字 其实不够 所以如果你看一本书 就可以看完前后的一些故事 或者一些历史的时序 会有利于你了解整个故事 而这本书 石板街火车站正正就是 我想将很多香港的历史碎片 就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让大家都知道更多 除了一些历史事件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里面写到很多香港的特色 譬如我记得你也有写到 新浦江这个地方的名字如何来 或者新浦江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的街道名字都由数字排序 我记得 因为本身我也认识你了 我记得你也说有一次 是特意去这几条街走一转 我忘记当时你写这本书之前 做资料走一转 还是你写完这本书之后 你有感觉想再走一次 是后者 所以其实我也很有趣 写书就是这样 写完之后你的感觉 反而会写完之后再去看 你刚才提到的就是 因为在新浦江有几条街 有很多条街 有八条街 它就是大友街 商气街 三双街的路 顺落去排列 为什么想写这个 除了我觉得在香港 比较少有一个地方 它的街是这样排列之外 新浦江这个地点 一直都不是太多人重视 但是其实就是和香港其中有一段 非常辉煌的制造业的历史很有关 我想大家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上一代的公公婆婆 都有机会是曾经做过村交花 做过工厂 工厂 这是对于整个香港起飞的这段历史 是一个极大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chapter 就是在我这本石板街火车里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 还有有时看完书的话 你会这样走 我看完之后 我都会有兴趣的 其实不要讲真无缸 可能就以书名来说 石板街可能也想再走一转 去感受一下他当中的情怀 是的 所以希望读者 其实拿着这本书的时候 当中有九段人生的故事 其实他经历的场景都不同 有一些是在旺角的唐饼店 大家一看到就知道是哪一间 我一直吃过 老婆饼很美味 或者有一些是在港岛区的一些地标 有一个赖民营的舊子 大家赖民营 我们赖民营 不过你本书里面真的有一些科幻元素 是的 很多元素放在里面 其中有一个是说到催眠 是的 但不是一般的催眠 是前世催眠 是的 究竟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元素放在里面 你有没有试过前世催眠 我真的不太敢 是吗 你肯定放在这本书 是的 我肯定放在这本书 不肯定的原因是因为我信 真的有这件事 是的 所以我才害怕 如果真的发现了我前世有什么事 怎么办 是的 也可能要解释多一点 其实我有个朋友 他懂得前世催眠 他就告诉我这个定论 或者一个理论 其实在世界上也有多 多人相信的 就是灵魂 其实每来到一个投开 来到一个重新的生命里面 其实他是有一个课题要去做 上一世他可能做得不好 就是四十次到 他今世想收为的课题 就是如何守时 可能他上一世做得不好的课题 是相处的 跟人家 今次他可能要学一下 如何跟人相处 每一次当生命完结 他们就会重新 好像别人在一个课题 重新审视自己 那时候刚刚做得好不好 下一次需要再有什么地方做得好 他说了这个理论 给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 整件事很学习 是的 我也挺接受的 如果认识我的读者 可能都知道 我是从来不写灵魂的 这次也是第一次 这次写了很多 写了很多第一次 没完蛋 之前没做的 没完蛋 没错 其实也是想说出一个 书里面也有说的事 就是要放下一些执着 是的 灵魂之所以可以重新去转世 很多时候就是肯放下自己一些执着 或者背负的一些重担 这个也是挺有趣的想法 虽然你没有试过前世催眠 有没有想像过自己前世是怎样的呢 我也有曾经想过 是的 我也有 我经常觉得 因为我很喜欢去旅行 我特别喜欢去古埃及探索 我对古埃及的所有历史和文明都很疯狂 我也曾经想过 我会不会在埃及的一个王朝里面 如果想就想自己是皇后公主 当然不是想自己是奴隶 因为我没有理由这么迷醉 这件事 你可以是法老王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没有婚男女 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我可能真的没有想过 但我想希望 希望你是一个开心的人 所以今世继续这样的 你也很开心 所以希望将这份快乐带给读者 是的 所以这本书看上去 你刚才说是灵魂 会不会是很伤心的事 正正就是我想通过故事里面的很多描述 去告诉大家 人生可能有很多故事 你是预计不了的 而且故事的背后 总是因为有些原因 有些你不知道的可能性发生 故事的主角其实中间有很多误解 就是在人生还在生之前 他可能带着很多误解 带着很多对人的一些看法 他觉得搞错 那人是这样的? 就累死了我了 原来背后是有些原因才会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看东西 可能要看得再阔一点 我也希望可以做一个 一个叫做警势一点的想法 不过你刚才所说的 这本书有个角色 是之前冰道女孩带着的 结束了这本石板街火车站 其实你觉得当中的角色 会不会有机会再发展去续集 或者一路这个系列继续下去 这个也是 你经常问我的问题 好像出版社 天地图书经常都这样问 因为他们都想这样做 他们都经常问我 你想怎样 然后下一本又想怎样 那我这本书 其实就是跟之前黄金之役一样 也是一本很独立单本式的故事 但是也很难说得定 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这本书 有些朋友揭开去看它 很多以往的书 都是系列的书 而这本书 连同之前的冰岛女孩 梦女奇缘和黄金之役 其实他们将它分成金灵小说 就算了 因为他们都拿不清 我究竟想怎样 不过未来 我现在是写下一本书 应该是第五十本书 那本书 很有纪念价值 是很有纪念价值 所以应该是重头出击 是应该要重头出击 不过我又决定了 那个觉醒世纪的大计局 是要出的 那也是重头出击 所以我都要首先写了 《觉醒世纪》的大计局 《觉醒世纪》 《觉醒世纪》 也说了一点 其实是和我这种单元 或者单本式的小说 有点不同的 就是连续四本的系列小说 而这个系列 是有点像《Law of the Ring》 那类型的故事 因为在香港 如果你有之前认识我 你也知道我很喜欢写 别人不写的东西 或者很少写的东西 在香港其实没有什么人 是会写《adventure stories》 整个系列这样写 那我就写了这四本 故事里面 包括了东南西北四个国家 都是指南女主角去探索这个世界 当然也有不同的故事 可以反映现在 大家在读写在身边看到的东西 不过这个故事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背后的神话 在外国很多神话故事 都是讲罗马或者希腊的神话 我常常都会想 中国没有神话吗? 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写的? 其实当然有 但是是比较少的 而最出名的书 就应该是《山海经》 你有看过吗? 不好意思 你是跟一般的香港人 是一模一样的大部分 所以你是一个很香港的香港人 谢谢你安慰 对的 你这样看 不应该是正常的 应该要看多一点 去看也是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山海经》这本书 并不是一本很喜悦 令人不想看的动物 因为它是一本纯粹记载地理 有什么古怪动物的一本地理志 但它正记载了很多 很有趣的神话故事 其中我当初一看到 我觉得一定要写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在罗马或者希腊 西方国家 我们有人马 即是人身马脚的这种动物 原来神奇的是 在中国的神话里面 都有马幅这种东西 都是人身 有肚子和脚 一样 我就觉得 为什么相隔了十万八千里远 两个东西方的国家 它的神话都一样 正正是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相同之处 就很吸引我去创作 这个全新的魔幻世纪式的故事 这个就是我第五十五次 OK 但我也知道你有很多不同的创作灵感 其实你也说是源自生活 还有我也想问回 之前去这么多旅行 有没有一些 其实还在带着袋 还未写的呢 有 当然有 有很多 因为我以为你很多时候去完旅行 已经马上出了一本书 竟然还有一些 还有我有时候去你的节目 多谢 多谢 是的 是的 有很多 但是暂时不写 写了之后我怕读者 然后我看着何时才能去 又有点担心 只有恨字 对 不要紧了 其实也会写的 说真的也是 看完你本书之后 如果想去找回香港 很多不同的地方去看的话 都真的有时间去走 是的 刚才新蒲光是一个例子 石板街是另一个地方 譬如再看其他故事的 其他细节内容 其实真的要发掘香港的话 真的要慢慢走慢慢找 看到你来这里 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个没有告诉别人 其中有一场大战 就是人魔大战的背景 其实就是鲤鱼门的石矿场 那个地方很特别 很多人都去那里打卡拍照 因为它的背景实在是 譬如你会看到石矿场 很多的很 很粒粒粒糙糙的懸崖 是的 在那里发生人魔大战 你想象到吗 那个场景就是越黑风高的晚上 跟着人魔大战 跟着有些海浪版声 这样拍起来 你这个真的是做过西指示 这个真的是西指示 我看完之后 这个场景一定要用来做人魔大战 我觉得很棒 那究竟在金陵北下的石矿场 会怎样变成人魔大战的地方 大家可以留意这本书 石板街火车3 好了 那今天一本回客失咒 或者暂时到这里为止 多谢金陵 多谢你 歐克星